好惊喜啊 刚下班就收到了西瓜视频寄来的兔年新虫礼盒 去年是个锅 今年不知道是什么了 去宿舍打开看一下 连续三年了 这是西瓜视频寄来的第三个新虫礼盒了 虽然说这是一个简单的盒子 但是每一年都惊喜满满 二一年是个好奇盒 点亮对生活的好奇心 去年是新的一年 愿你在自己的热爱里闪闪发光 今年是 风暖创作 点亮生活 西瓜视频对创作人真的是很用心的 不多说了 先拆开看一下 太好奇了 红色精美礼盒 这个西瓜的logo 还有弹性 充满了神秘感 好精美的一个小箱子 青虫礼盒 里面绝对有对联 因为每年都有 一个福字 一二三 三个盲盒 这边对联 先拆盲盒 从小到大拆 里面是个小兔子 不像铁的 像陶瓷的 反正有点凤凉 很漂亮 很可爱 快快脱单 像是个耳机 这么大 看错了 这是个暖手宝 这边一按 就开机了 小巧玲珑的 装兜里比较方便 这个就不用看了 红包留着过年用 最后一个最大的 颈部敷热 是不是按摩的那种 灰色的 跟个小头枕一样 特别软和 还有个小开关 充电的 红了 开始加热了 跟电热台一样 真的很热 很舒服 咱把这对脸给贴上 放着也不能闲 放着 正上没有 正正 可以哦 可以 这个哪个是左 哪个是右 别贴错了 人家看笑话 我跟你说 那你搜索 再上一点 再往上 好 这一下好了 拽直 好 对脸一天 过年的气氛一下就来了 玉兔城祥 加加乐 金龙 赵瑞 步步高 兔年大吉 明天我们公地就要放假了 最后一批公友 也要回家过年了 过去年 感谢西瓜视频的后患和关心 祝西瓜视频越来越好 2023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我们所有的讽刺朋友 前途四景 何家欢乐 幸福美满 愿我们越来越好 下期见